经营剔透的桃椒加枸杞桂圆红枣冰糖 桃椒汤微甜好喝能减少甘文 是养颜美容盛品 喝一碗胜过十张面膜 被封为平价版的燕窝 但桃椒属于中药材 台中有汤品餐厅贩卖桃椒饮饿路被开罚 被检举后 汤品餐厅拉下铁门暂停营业 胆观网上挂着桃椒饮饿路三包组 商品照片还没下架 业者接到卫生局电话一头雾水 不知道哪里违法 转头向明代投诉 记者实际到中药行 的确有卖干桃椒 桃椒是从桃树皮中自然分泌出来的汁液 外表呈现黄褐色固体天然树脂 风干后外形凹凸不平 泡水24小时加入糖水变成桃椒汤 但只能利用中药贩卖药商 执照才能卖 餐厅已经违法 像枸杞等部分药材属于食药两用 可以卖 桃椒名列为中药材 坊间不少餐厅饮料店偷偷卖 只要抓到就开罚 卫生局已经击查餐厅 搜集相关市政 处6万元以上 2亿元以下罚还 东线新闻在台中 才不忘